牛车水商联会计划在9月举办短期市场 吸引更多商家入住牛车水 为商区注入活力 商联会告诉记者图建强 目前牛车水的旅客人潮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八成水平 这个摊位去年底开始在牛车水营业 业者表示近期的人流量有所增加 几乎同年底高峰70不相上下 我觉得不只是外国的人流 外国的游客 连本地的一些本地人都是越来越多 越多的人来 那整条街就越来越火越来越旺 那我们的生意也是会比较好 牛车水商联会表示 如果到了年底有更多游客到访 商区人潮有望全面恢复 为了吸引更多新商家加入 商联会计划在牛车水街市 举办四场主题市场 第一场将在9月开跑 主题市场是要带给牛车水更多的内容 那些未准备到牛车水 就是前长期的注定的合约呢 他们可以在牛车水呢 就是销售他们的那个产品 给他们尝试到牛车水的潜能 带给牛车水一个活力一个魄力 我相信公司会考虑 常常我遇到的游客 都很喜欢问到中国文化 所以举办这些有关中国的 一定他们更有兴趣知道 对 一定会吸引他们 短期市场的主题 会同本地文化和遗产有关 市场的地点和租金细节 会在稍后宣布